录音吗? 录音 做个演员,我也录,我们一起免费一些偏差 好,可以可以 那是您先说还是我先说? 我先说吧 可以,没问题 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是租了用咱优客平台租了咱们青山区金沙路导小区一起自动的一个租户 我去房间看了一下 因为我现在合同已经签了 因为咱们这儿的房间路由器网络的这个部分 它本身使用的设备不是很好 是一个TBLINK 是一个比较基础款的一款设备 然后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自己买了一款很专业的企业级的路由器 我打算用它当作咱们的一级路由 用它实现拨号的功能 然后同时用咱们现有的路由器 充当二级路由 也就是说用它来实现全部无线上网的功能 账号和密码 咱们都是不变的 那么要达到我的这些要求呢 它需要这些东西 第一,它需要把宽带进户的光汪 它的模式由路由模式改成桥接模式 也就是说让这个光汪 它只承担光电转换的这个功能 那么波号的功能由我自己 新安的那个专业级的企业级路由器来承担 第一,第二 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我需要了解到的是咱们 就是这个波号的这个 波号的宽带账号和密码 否则一切是无从谈及 还有我远期的计划 我有一个服务器 小服务器要拿到成都 要拿到咱们租房的这个地点来 那么我需要咱们公司协助 开通一个公网IP 这个公网IP呢 它是通过可以直接打电信的客服电话 开通 也可以通过联系我们那个片区的 宽带安装的师傅来开通 并且呢 开通公网IP不需要额外收费 这个只是说跟他说明一下 我要开通公网IP 由咱们来提供一个宽带的 波号账号就可以开通 开通过程呢也比较快 就是说大概需要他 他会断网五分钟左右 然后之后一切功能都会正常的 以上是我的需求 那么我在上周五 我是这周上周五交的定金 然后这周一跟咱们的看防专员 就是大概专员和纸墨 完成签约 然后我一直在为这件事来跟你们公司来进行沟通 因为看防的这个管家 他的工作任务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成功的在他那签约 他完成了一栏销售 并且呢他本人呢 他是个女孩子 他不懂这方面的技巧 不懂可以 他给我联系了一下咱们这的那个管家 这个管家呢 他也是不懂我说的这些东西 但是呢 他 还是稍微懂一点点这方面 因为他曾经说过 就是说他会用手机设置漏气 这个他就比那个核指约稍微懂一点点 然后我通过400打了电话 问一下咱们400的客服 400的客服给出的回答是 那么我可以实现我的目的 但是我必须要达到两个要求 第一 我不能改变咱们墙体本来的形状 我不能在上面遭动 我不能影响这个房间其他租户用望的这个利益 我不能影响到他们 我只要达到这两项的话 我就是可以实现我的这种想法 那么刚才这个女孩呢 他去找技术部门沟通 他给给我的这个回馈是不行 而且他说出了一个言论 说家用家庭用户不能开通过我IP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我在我老家那边的家是开通了的 并且他不需要帕尔滨 我煽动了 然后呢 我说完了 好 刚才情况应该是没有 陈沙五头是给我反馈的信息 你刚才说可能还把那个服务器拿过来 你现在是居家办公还是在创业 我不是创业 因为我那个服务器是个特别简单的服务器 他就是一个 我没说那个东西 因为那是东西 我是不懂的 我是在这上班 在这上班 对 就是公司上班 然后家里面会做办公 可能会做 也不是说做办公 因为我爱好摄影 它是一个数据服务器 我把它弄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东西跑局域网的话 他我可以做到他的我的数据和我的电脑是分离的状态 第二他有一个网络访问的功能 就是说我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 我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这个服务器里的数据 但是我要实现这个 这项目的的前提 我要开通公 IP 嗯 然后您是 我可能不是很清楚啊 我也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有牵插 您是在成都那边做摄影工作 不是做摄影工作 我只是爱好这个东西 我不是这个 这个并不长急 我想了解也特别了解其他的 就是您是在成都里边旅游还是 上班 在上班 然后爱好摄影 家里面要搭建这个服务器 对 然后方便我的爱好 然后对对对对 它主要是一个数据安全的这么一个口 我理解 我理解 但是这个对网络和宽带有比较高的需求 也不一定是比较高的需求 那么公网IP跟路由器的桥接 就是光猫的桥接模式 并且要通过专业路由器拨号来 并且通过专业路由器来实现端口映射 VPN的功能 这是咱们那个光猫 本身的路由功能 所不具备的 同时 它也是咱们现有的那个低端的TVLink 带无线功能的路由器 所不具备的功能 嗯 那个我们同事之前 虽然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专业 他提到了一个建议 比如说 因为现在电信 有的小区是允许一套 一套房子里边有多条宽带 你那边有没有跟 我没沟通过这个事 因为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说 我要尽可能的跟咱们优客方沟通 来实现我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像你说的那样 一个房间有两条困带的这个事 这个是咱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的 我理解 所以说这个事情和两个角度来讲 我先说一个角度 好 这个是咱们讨论的阶段 对对对对 然后并不是说我去做具体 或者说咱们有争议的地方 对对对对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作为租房 可能会有一些标准化的东西 更方便人去经营 这个我相信你肯定是 对对对对 我一听就能感受到 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我们房间里边设置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锁电机所的 并且这个宽带是讨议做这样的配置的 我们跟那个上级的运营商也是同意做的 这种相应的配置 然后他这边呢 跟我们的技术人员去问 他也跟我们那个电信那边同意去设置 他说这是企业批量级的宽带 能不能去说设置这个公网IP 或者说战争其他东西 他们还要去问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不是说咱们个人开一条宽带 然后我对这个电信那边 是个人的常规需求 就能解决的 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用个人的方式去看 这个我相信您能理解 对对对 因为我我也不知道 咱们这个咱们优客所使用的宽带服务 是每一个房间都开了一个个人的账号 还是统一用咱们优客企业级的渠道去跟电信去谈 我们需要怎么 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呢 就说的直白一点 我们为了这个成本考虑 我们可以抛去一些所有不需要的功能 我们跟他们签计合同 那机体里面有没有呢 他们那边正在去核实这个问题 但是有可能 比如说没有这张功能 可能实现不了 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能互相理解 对 我们做这个经营 我们想拿到去渠道的 第一 对对对对 因为我 因为我是比较想明确这件事 它到底是用个人账户开的 它还是用企业账户开的 那么用企业账户开的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因为我跟电信接触 我也是接触咱们个人业务 我也不是接触企业业务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虽然我不专业 但是大概的逻辑 我觉得他们能互相理解 所以说这个信息我让他们再确认一下 对这个信息 然后第二个 还是设置一个咱们租房的时候 有一个简单的规则 因为大家是合作 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 和对服务的享受 所以说我们之前设定的就是 路由器 我们是在特段的更新迭代 然后TP link 好像是那个叫886版本 对是圆形的 带三个爪的那种 圆形带三个爪 应该是我们886 886应该是比较新的 我们之前还用过极路由 对 但是那个团队也不好 对 极路由是我们楼下的 有一个酒楼的那个 试用的 我当时去看了一眼 我本身是对这个房间我不满意 然后再看一眼设计 不行 对 它之前就我们技术部分反馈 一个是它全公平三任性不好 另外一个它不像这种TP link 老牌的厂商相对有比较稳定的方案 对 所以说我们对路由器选择上 也是两方面考虑 一个是不要稳定 另外一个也是成本低 这个我就像 就像开玩笑 别人不说暗话 这个大家做企业 对 理解 这是一块儿 然后刚才我们同事也说了 如果对这个网络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客户使用 这个您说了 这个是完全完全不会 对 这个您是专业的 我觉得您是能说明这个东西的 并且您也说了会给其他的这个 这个东西吧 是这样 因为我的电脑 我是用有线的长长线来上网 那么我现在服务器在家 我可以通过无线访问家里的服务器 但是咱们现在的那个路由器 它CPU有点差 我一旦往回传数据会非常卡 那么我往回传数据非常卡的话 它只有一个路由器 其他的那三人他们也会卡 那么我设置一二级路由器的原因 它的目的是为了 我用我的一级路由器联网线 我传数据的话 我的数据通过网线直走一级路由器就回去了 二级路由器不参与继续保留无线功能 其他的三个人不会受关照 同时我本人我也会使用咱们二级路由器的无线功能 对吧 我明白 这个我大概能理解 虽然我不专业 对吧 但是我也说我们经营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不会很耽误您的事情 就是我们之前在经营中的时候有些问题 就是有一些我们做技术的人员 做我们的房子跟其他人合作 然后大家觉得他去动了一些路由器 做了一些设置之后 我那边的网线就慢了 实际上那个做技术的人员 他说我没有去做设置 我调了一下叫信道还是叫什么之类的 无线信道 对他说只是会让我们那边更失忆的信道 然后让我们的网络团圈好一些 但是旁边的女生不懂 她觉得她动了 她陷我的素了 所以说我们在运营中会遇到这些问题 对于不懂的室友 她会觉得有人去动了 然后不是他们官方设定了 我这边会不会受到影响 也会有这种考虑 那这种呢 我们就是跟他们解释起来 就会涉及到专业的东西 比如说我还不懂的 我再解释给更不懂的 我觉得更比较头疼的事情 所以说呢 公司统一设定的就是 统一的宽带配置 统一的路由器 然后所建议所得 然后有个性化的需求呢 我们一般建议的就是 如果是独立的方圆 然后你可以根据各级的需求去设置 因为一个是不影响其他人 对对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自己扯了一根网线 那这个给其他人 我们简单一句话就说了 这个是他另外扯了一根网线 独立的跟我们公用的不冲突 那他也能理解 如果涉及到更多了 之所以我们的同事去讲的一些东西 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些运营的经验 然后简单也跟你分享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这种麻烦 为了考虑 因为是这样 因为现在的情况 现在很多人他们不用电脑 很多人他们只是手机 连WiFi打个游戏 那么 WiFi都很少 现在有一些什么大牛卡 无线流量卡 对 基本上就不用 但是 就是说现在手机的WiFi 它是很普及的 那么很多人他不用电脑 那么他们对于网络的需求 就仅仅就是说我打网络不卡 我打吃鸡不卡 完了 很简单 对吧 那么我所做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影响 第一 第二 原有无线路由的所有设置都不会弄 我都不会去碰他 仅仅是多了一个有线路由器 专业仅有线路由器做前准 由他来完成播号 完成端口映射 完成VPN等功能 并且接一条网线来到我的屋子里 就是说只给我的底本电脑用 那么如果我的租户里 我的那个四间房 如果有人也用电脑 并且他电脑有网线接口的话 如果他乐意失望线的话 那他也可以扯到网线接口 对吧 对吧 很好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点就是我们要确认一下 我们这种批量开的宽带 能不能去做这样的甚至开通公网IP 第一开通公网IP 但是开通公网IP的前提是 需要把光猫的路由模式改成桥间模式 底调需要知道宽带拨号的账号和密码 那么宽带的只有桥接模式了之后 他只负责光带转换 那么拨号的功能 要用一级路由来承担 好了 我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 那我们先去确认一下这个信息 对 然后 但是这个我现在没法保证 因为确实是公司批量开的 我得找他们那个前端跟做市场 跟边系那边做 对 因为我现在需要跟这个这么样的一个人联系 我和我的管家沟通了 他也是没有明确的跟我说出是谁告诉他不可以的 第二 他只凭借他主观的一些经验来说 如何如何如何 他用手机就可以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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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没见过我那个东西 他也不知道我那个东西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能理解 对 所以说我们确认这个 就是可能有两种结果 一个是可以或者不可以 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们尽量配合 但是这个确实属于个性化的需求 我们去规矩一下它的流程总安排 另外一个能力 因为这个如果是可以的话 这个过程非常快 嗯 就是说需要宽带石油上门 由他来改路由的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网线是现场的 我那边的网线我也全都是结好的 我自己只需要花不到30分钟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搞定 我明白 我相信您的专业性 对吧 对 但是这个还是回答刚才的问题 对对对对 这个一切都是在比如说个人用户这个功能可开的前提下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让电机是不过来处理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理想的状态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批量的时候没有不涉及这个功能 被我们当时谈集团合同的时候 比如说砍掉了这一些其他的增值的东西 那这个就可能比较遗憾 只能问另外的这个判贷能不能介入呢 这种的就是一个是保证您那边网红是独享 然后另外一个呢 其他可能会对对对对对对 好 那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咱们有第二个方案的话 我的住房费用里边 合同里面明确写出包括网络使用的费用 那么我不使用你们的网络费用了 网络服务了 那么这个费用 你需要退还给我 这个的话 我们合同里面写的是包含了这项服务 并且我们官网宣称的 这个是标配的一个 我们并没有从这里面向中科里面去收费的 它不是作为一个额外的一个收费 它是在100块钱里面包括的这项费 对吧 你说的是那个服务管理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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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记得它里面包括公共区保洁 水还有电 还有网络的费用 对对对 这个先铺缩码可能是我们理解上的偏差 我们公司对外先铺的是标配的领费的宽带 然后具体如果你能包含在服务费里边 我们作为一个收费项目呢 我觉得可能所有的很多的客户会有这种争议 这个我也可以去确认 但是又反过来说 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都能理解的一个话题 公司的经营是安排的标准化的 然后锁减锁的 那就是这个宽带放在这里 你用或者不用 因为我们这个是开放的密码是公开的 对对对对 那就是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对对对对 如果我说个好听的你先不要建议 你说的不用 但是可能又有时候要用了 你可以在 你可以让你们的技术 在你们原有的路由器上设置费用单 要求我的所有设备禁止防御 看见的 这个的话我觉得 从我们刚才相互理解的 这是在立营的基础上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所有的设备我都有 我是有限路由我也有 无限的我也有 我自己可以组一套系统 没有问题 我懂您的意思 只不过您这个是属于另外一个个性 对对对对 原来我们签约的时候我们提供这个 那我再举个可能比如说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吧 我举个例子来说吧 就比如说您这边有比较好的生活习惯 我不喜欢平常食物 然后我买东西这个这个之后呢 我就喜欢现场吃 然后不至于过期什么之类的冰箱我不用 那是不是这个冰箱的费用我就用不到了呢 或者说再有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我去住酒店 然后酒店里面很多的功能 我没用到 比如说我很累了 回去休息了 我根本没有冲澡 那个酒店的房费 是不是能再退回了一点呢 是 这个可能不恰当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一定程度能理解 可以理解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那我们合同里面约定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没办法 好下一个问题 如果我自己选择装一条新网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热电箱的那个位置 离咱们摆路由器的那个位置 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么这个距离需要往线过去的 这个往线从哪走 怎么走 往线的话我们建议的是 就是常规的比如说走明线 走房间的那个暗角 然后用那个脚钉把它贴着墙角 好 那么这么做 是不是属于破坏墙里的 这一点呢 你需要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是从我这里 从我这里 这一点我认可 就是您这个透支需求 我不能一向都误免满足 如果说墙区确实能开宽带 然后我也相信您的专业技术 你也不会说把这个线走的 对对对 这一点我从跟你聊天里边 我感觉到 因为只有一条线 就是说那一条线走过去 放到路由的那个位置 对 在那个位置呢 我接一个小卡牌 来接我自己的路由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我现在就承诺您 您用您的专业的技术 然后您我也相信 从我们这一块的沟通 我觉得 你肯定会把这块布置好的 我现在就承诺您 这块东西我们 不会算断您的违运 或者故意破坏的地方 我现在可以承诺 好 这个没有问题 那现在的动作呢 就是我让我们的同事 对 你需要跟 技术这边对接一下 这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对 然后您这边呢 然后也可以 比如说跟电信打个电话 这个一万号 然后问一下 我这个小区已经有一个宽带了 我现在能不能再安装一下 他会有什么要求 您先简单做个理解 好 OK 没有问题 行 那您这边就先休息 我去看 我尽量不耽误您的时间 去那圈就好 拜拜